曾经相当热门的北高航线 在高铁通车之后 载客量是直线滑落 而华信航空最近就向交通部提出 将从8月份开始 停飞台北到高雄的班机 而交通部也已经同意了 在华信退出之后 整个西部航线 将会只剩下台北到恒春 平日想要搭飞机往返北高 已经完全没有航班 因为高铁不断增搬 航空纷纷停飞北高线 现在只剩华信每周六日一 飞三个班次 但搭的人实在太少 载客率不到五成 一个月就要亏两百多万 华信不得不向交通部 申请停飞北高线 高雄因为有高铁 那这个有这么一个华信航空的北高航线 也没有经济效益 所以这样的方向我们是乐观其成 交通部表示8月起 华信停飞北高线之后 就会增搬飞航台北台东 提供更多的服务 而继复兴之后 华信也要退出北高线 等于台北高雄航线将正式走入历史 还是有旅客觉得不太方便 当然对坐飞机的人还是会有不方便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像一般搭高铁的就比较多 而且票价也有比较长 高铁现在都有推出一堆优惠 民众表示高铁毕竟班次密集 又不用出关入关查验证照 比起飞机还是方便很多 也难怪高铁通车五年来 西部航线纷纷喊停 而华信八月停飞北高之后 整个西部航线将只剩利荣经营台北恒春 记者林众郭俊林台北报导 在许多民众对含有受肉精的美国牛肉 觉得反感的同时 国产台湾牛肉成为不少人的新选择 但是就有动物保护团体公布影片 揭发国内业者屠宰牛织织的残忍过程 包括灌水 用铁丝穿鼻子 甚至用力鞭打等等 动保团体强调 这些行为不止违法 更是国际上的丑闻 这在国际间是一个很大的食物丑闻 动物社会研究会所指控的丑闻 就是他们在屠宰场所拍下的影片 包括狠心鞭打牛 用铁丝穿过牛的鼻子绑着 让他碰到不敢乱动 甚至为了增加牛肉的重量 业者更拿着水管直接塞入牛的嘴巴一直灌 有些牛受不了只能吐出来 80公升 这个桶子的量 两分钟进入牛的胃里头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到痛心的画面 动保团体走访12处牛汁屠宰场 拍到台南市善化肉品市场 跟新北市福伯公司出现违法行为 善化肉品市场竟然还经过产销履历认证 祝福联盟痛批 这简直在欺瞒消费者 即便是优良次养的牛 你给我列等的肉骨生产方式 你还要跟我讲这是高品质的国产牛 我觉得这是双重欺瞒 依法应该要重罚就要罚 一个是可以罚三万到十五万的罚者 而且可以限期改善 如果他再犯 还可以整个停止他的独宰作业 在掌握证据之后 东吴社会研究会曾要求农委会彻查 得到的公文回复 去世没有发现违法之情事 今天则改说是偶发事件 不过动保团体认为 是整个制度出了问题 呼吁检调进入调查 记者邻居美赖政员刘翰林 台北报导 而公事记者也实地采访 被动物保护团体指控虐待牛只的屠宰场 为在新北市泰山区的这家业者 大门申索 不过里面打扫的工作人员 则是否认有虐待行为 台南的善化肉品市场则是回应 不敢相信会有这种情况 将会针对各个环节来展开调查 这里就是被动保团体检举位于 新北市的牛只屠宰场的后门 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牛的鼻子上有绑着一个类似铁丝的东西 为了确认 记者先来到屠宰场前门 不过大门深锁 拨打公司电话也无人回应 接着来到侧面更近距离查看 果然就是铁丝 被绑着的牛只偶尔会缓慢移动 场内后来出现来打扫的员工 否认虐待动物 另外被点名的台南市上华肉品市场 曾大力推销自家牛肉最新鲜健康 拿来清淌最可口 不过爆发虐打根对牛只灌水事件 肉品市场说不敢相信 表示会清查 就在美牛瘦肉进风暴 政府鼓励民众多吃本土牛之际 却发生虐牛事件 也直接冲击了本土牛肉的正面形象 台湾牛肉本身有它的问题 有它虐待动物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国人 所以问题在于政府 是不是应该替消费者把关 应不应该替动物保护 替动物福利友善来把关 号称比美国还瘦肉精牛肉 更健康的本土牛 如今被烙上不人道的形象 隆尔会以偶发事件来解释 动保团体则认为 应该从制度面彻底检讨 独仔必须全程监督 别让旧快被宰杀的牛只 在死前还这么痛苦 记者邻居门内政员台北报导 前两个星期的豪雨和台风 在各地造成灾情 根据台湾大学地质系的最新研究 这样的豪大雨 未来可能会经常出现 包着保鲜膜的 就是台大地质系 这次研究的重要媒介珊瑚 利用珊瑚的结构比例 来测量南太平洋海温 第一次精确重建 过去350年的海温记录 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1900年以来 这个南海 南太平洋已经升高一度锡了 那升高一度锡 那再加上它的 现在未来 假如趋势不变 未来它这个摆荡式 会在这个高温期 台大地质系研究团队发现 南太平洋温度已经上升一度 如果气候周期模式保持不变 南太平洋即将再进入一段高温期 海温偏高的特性 就是对流性阵雨比较容易形成 再加上全球暖化效应 台湾夏季降雨很可能会持续增加 未来南太平洋才会有一段失灵的高温期 那这个高温期的话 年代很可能会增加 台湾夏季暴雨的强度或发生平均 研究团队指出 台湾最近的降雨形态都偏向剧烈 不少研究也认为是因为暖化造成 这次以珊瑚作为媒介 确认南太平洋海温确实持续在上升 也希望政府能对未来暴雨现象 也抵出阴影措施 记者综合报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